彩妆毕竟消耗比较慢 最近铁皮只有3G这款老板的分时段粉饼 放粉铺的地方可以再塞个高光或者腮红进去便携 我从来都是混用两色区别不是特别大 这块粉饼就是能起到一个均匀肤色的作用 适合皮肤比较好的同学 遮瑕就不要想了 空瓶第一个是YSL家的盐活青春精华水和精华液 这两个主打的都是玻色阴和树立糖 精华和水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就可以了 因为成分比较像 我经常是在机场买套装 这个套装我用了很多套了 我使用感就是用它的时候皮肤非常稳定 什么毛病都不起 两款的通病就是包装设计差劲 这是赫莲娜的高光精华水 这个系列的话其实还是比较推荐去直接买精华 除菊的天空积雪草屏障修复精华 这个特别好用 就是冬天的时候我脸容易泛红 用完这个以后第二天连起来都是白的 这个就不多说了用了无数管了 纯化学防晒成膜快而且不泛白 比较适合干皮 花王的这个泡沫洗手也要推荐一下了 类似的产品还有这个必揉的洗面奶 不过我也是只用它洗手 主要的是这个打泡瓶挤出来直接就是绵密的泡沫 相比起挤出来一坨的洗手也 它是已经帮你稀释过的 而且搓好泡的话这个接触表面积比较大 所以它洗得可以更快更干净 替换装我都用了好几瓶了 这个用完直接倒进去就是一瓶新的 非常的经济实惠 这二瓶闲置了很久也是用完了的蓝月亮 作为一个负面对比我就用完泡沫以后就再也不想买这种洗手 不光是手 这种泡沫直接拿来洗玻璃杯子就能洗到这种特别光泽的感觉 都不用上海绵 非常的方便 同样是泡沫的推荐这个神器是用来擦马桶的 它这个盖可以调节喷出的东西 那可以喷出来直接就是泡沫 我最喜欢的用法是洗澡之前把它喷满马桶 让这些泡沫和脏东西融合在一起给它一点时间 然后洗完澡以后用那个高压喷头去整个冲马桶 这样就不需要下手去刷了 而且整个马桶可以变得干干净净的 这个用完以后 直接加刚才的洗手补充液其实也可以的 露了一个亚什兰泰的白晶无泡洗面奶 这个在18年的年度爱用里面说过了 推荐干皮作为沉洁 这个是完全没有表面活性剂的 所以非常的温和 纸村秀的卸妆油 这种大瓶的我也是用了很多瓶了 粉色的最喜欢 因为它留的膜是最少的 在所有卸妆产品里 卸妆力最强的就是卸妆油 在卸一些烟熏妆的时候 还是只能靠它们了 Ossie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洗护牌子 我在英国用过 它的小瓶很好闻 但是这个和那个好像不太一样 我觉得最好的是这个 Volume增加发量款和 Moist湿润款 用完以后真的是有区别的 Volume款用完以后头发比较蓬松 而Moist的话 适合比较毛躁的人 用完以后头发是那种很顺滑的 很服贴的 多芬的这个李子佳樱花香气的沐浴露 我是和原版的一加一一起买的 这款的话特别适合夏天 而且起泡很多 不像原版的 它抹上去比较浓稠 而且起泡不多 适合秋冬使用 最后一个就是这个黑棉棒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它用来干什么 大家也都知道了 这个主要是提供一个震撼的视觉效果 让你感觉很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记得擦防晒 会放线